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还涉嫌杀害妻子 两周密室谋杀 男主成了唯一嫌疑人 由于印度警方玩忽职守 监控设备更是年久失修 只有警长一人认真查案 在证据极少的情况下 他只好先来牢房问话 得知男主是一位著名的英国作家 这次和妻子来印度参加新书发布会 但妻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几天又很累 于是妻子先回酒店休息 他工作完也回去了 结果就发现妻子倒在血泊之中 立刻报了警 但印度警察不去找凶手 而是直接怀疑他 想着尽快结案省得麻烦 于是男主再逃跑 在逃跑过程中出了车祸 偶遇长发女向他借手机求助 长发女就让男主进了自己家 但男主感觉屋子里怪怪的 茶几玻璃散落一地 长发女却卧室拿手机出来时还将门锁上了 而且她的脖子有被掐过的痕迹 这时电视中播放了男主涉嫌谋杀妻子的新闻 长发女看到后赶紧让男主离开 男主试图解释 突然有人敲门 长发女让男主先躲一下 自己把清洁阿姨打发走了 之后对男主变得很友好 还帮她清理伤口 说丈夫是律师可以帮男主 让男主在这等丈夫回来 还请男主喝了两杯 杯子上也确实有长发女的指纹 而且男主和男死者并不认识 也确实没有什么杀人动机 可长发女的证词却截然不同 她说自己当晚在家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看了一下就被男主挟持 她试图逃跑 这时清洁阿姨来敲门 长发女把她打发走 是因为男主在威胁她 看到男主的新闻后 自己很害怕 故意说要喝水 实际上是找手电筒 怕男主怀疑才到的酒 然后她假装上厕所 用手电筒晃楼下的保安 想求救 但保安没看见 还被男主发现了 男主想掐死她 脖子上的掐痕就是男主掐的 还好丈夫及时回来了 那时大概是晚上12点 丈夫和男主扭打在一起 自己看到楼下有警车 就下楼报警 回来时就看到丈夫死了 虽然丈夫和男主不认识 可一个杀死妻子的人 随便就可以杀死一个陌生人 但是楼下的保安说 晚上7点半 看到过男死者回来过 没看到人再出去 当然除了自己上厕所的时间 可能那时候有人出去 男主就是在保安不在的时候 进去的 长发女也承认 丈夫是回来过一次 但很快又出去了 与此同时 男主还签证了别的案件 男主写的新书是关于性侵的 当中他找到一位被性侵的女孩 承诺匿名把她的故事写出来 但却违背了承诺 女孩的真名被公布 记者门外墙新闻 导致女孩成为众矢之地 最终女孩承受不住压力 自杀了 女孩的父亲也起诉了男主 这时又有人报案说有新的线索 一对夫妻测试新手机像素时 录到了男主和妻子吵架的画面 可男主解释说 因为妻子围绕书籍大卖 故意把女孩的真名泄露出去 引发疑问 这才导致女孩自杀 男主很生气就和妻子吵了起来 警长听后对男主大为改观 但这时验尸报告出来了 男主妻子死于突发心脏病 不是男主杀害 但是男死者死于顿气鸡头 而且通过法医鉴定 凶手一定是高于一米八的人 目前只有男主符合嫌疑 凶器上也有男主的指纹 于是男主被定罪 可警长总感觉不对劲 又调查了在长发女家中 垃圾桶里被烧毁了一半的照片 发现这些照片来自一位私家侦探 这个侦探是男死者聘请 来调查长发女是否出轨的 长发女也确实出轨了 通过侦探给的完整版照片 找到了长发女的情人 而情人又说了截然不同的证词 当天她和长发女在家中缠绵 可她丈夫突然回来 还拿着照片 两人就争吵了起来 丈夫就将情人推到了茶几上 然后气愤的摔门而去 情人见状不妙也离开了 可又有些担心长发女 给她打电话 手机竟然关机 所以又去了她家 但是她直接让情人离开了 因为男主正威胁着她 可男主这边又说了不同的证词 当天觉得长发女不对劲 就准备离开 这时长发女的丈夫回来了 实际上是情人 因为她后来看到了电脑屏幕上的照片 然后就被打晕了 醒来后不小心碰了一下凶器 等她缓过来 警察就冲了进来 这个证词也和别的警察说过 但没人理会 可这些都是说辞 定罪还是要证据 警长回顾所有人的证词后 发现大家都承认男死者在晚上七点半回来过 而当晚十一点多开始下雨 如果男死者回家后就从未出去过 那么鞋底应该是没有泥的 如果晚上十二点左右回去 鞋底应该是有泥的 调查证捕发现鞋底果然没有泥 长发女和情人在说谎 所以当晚的真相是 丈夫发现妻子出轨和情人吵了起来 结果被情人杀害 然后拖到卧室 烧鬼出轨照片 看到新闻后 知道男主是在逃犯 所以准备嫁祸男主 而男主的妻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 男主被无罪释放 男主出狱后将妻子火化 准备回英国 警长还成了男主的书名 可就在读男主的书时 发现书中的主人公是食药过量而死 警长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连忙找到法医 查看了女死者的心脏病药 数量上是没有问题 但是打开药 发现里面的药量是正常药量的三倍 这时已经在机场的男主 打电话给警长说出了真相 妻子发现他把女孩的真名泄露出去 才和男主争吵 而且打算起诉他 于是他在妻子的药中做了手脚 报警后 突然妻子的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是男死者发的 原来他们早已计划要起诉男主 所以才开车来到长发女家 等他丈夫回来后杀了他 等待时发现长发女出轨 于是利用了这一切巧合 杀人后烧毁了起诉自己的文件 然后将长发女的出轨罩 故意烧了一半让警察发现 看到窗外下雨 将自己的鞋换给了男死者 最后编了一个完美的故事 警长也来机场追男主 但最终男主坐着飞机 在警场面前起飞 有人称这部电影是印度版的 看不见的客人 当然忽略一些细节bug 电影确实多重反转 让人看得不易 尽管结局是坏人胜利 但男主也说 有人利用真理或易 有人利用谎言 但我利用的是巧合 现实中可没那么多巧合 摄像头也是不会坏掉的 所以还是多做好人好事吧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好 好 好